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上一期简单的谈到了319政变 现在我们就具体讲一讲当天事件发生的经过 2012年3月19号中午12点半 第38集团军军长徐林平 突然接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电话 要求他在半小时内召集政委周云鹏和政治部主任常越到作战室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将向他们直接传达重要命令 他们到齐之后 胡锦涛在电话中下达命令说 第38集团军第113师一小时后集结 目标北京市全速开进 晚90完成对北京中共中央政法委大楼的包围 第6庄稼师协同113师进京 同时完成对公安部、武警总部、公安部八局的包围 坚实其行动 并对敢于抵抗的军事力量实施缴械 必要时可以武力消灭 航空兵第8团测应两个战斗师的行动 掌握北京市的制空权 38集团军其他作战部队作为预备队 立即进入一级战斗准备 上述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 中央军委将下达进一步的命令 对预定目标执行特定任务 当晚8点50分 各部队到达了预定的位置 其中第113师率先将位于灯石口西街的 中央政法委大楼包围 装甲六师围住了武警总部和公安部八局 还在东西长安街都设置了警戒 航空编八团的飞机侧应这两支部队 控制了北京的制空权 9点整 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奉辉 向许宁平和周永鹏传达命令 113师立即攻占位于西登石口的政法委大楼 逮捕涂抹政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以及在政法委大楼内的 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浩书 全国政协常委何光业 接着胡锦涛也打来电话 并且再次下令 立即攻占政法委大楼 逮捕周永康何光业和陈浩书 如果遇到抵抗 可以采取一切措施 这时在政法委大楼的门口 六百多名武警特总兵占领制高点 跟三十八军的一个加强营对峙起来 一个武警上校冲天开了一梭子 清脆的枪声震破了北京的夜空 上校大喊 这里是中央政法委机关大楼 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关 不管你们是什么人敢冲击政法委 我们人民武警部队将就地歼灭 请你们速速退回 否则莫怪子弹不长眼 一三师的师长赵海斌 见到进攻受阻 及时赶到 对着那个武警脚下 就是一说词 我是一三师师长赵海斌 你敢再走一步 就地格杀胡论 我们奉中央军委命令 前来捉拿躲藏在政法委大楼里的政变分子 我现在命令你和你的队伍立即缴械 在院中集结 否则你们将被就地消灭 这个时候 四架武装直升机已经在头上盘旋 武装伞兵正在纷纷跳下 黑洞洞的枪口 对准了在政法委大楼和大院围墙上的武警 武警上校见大势已去 只好命令六百个武警缴械 当赵海斌指挥部队封锁了政法委大院 正准备冲进大楼去捉拿政变分子周永康等人时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徐林平命令他立即集结队伍 撤出政法委大院 赵海斌马上是目瞪口呆 但是呢 也只能是执行 他刚刚把队伍撤出大院 命令又来了 把武警给放了 把枪也还给他们 赵海斌只好 把枪还给了那个武警上校 他在还枪的时候还拍了拍的 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兄弟今晚就当一次演习吧 那个武警上校看着扬长而去的 是一一三十是百思不得其解 妈的到政法委大楼来演习 你三十八军真够牛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上一集提到的 关于三一九政变的那本书 北京枪声对这场政变的军事行动的描述 三十八集团军 那是冲冲而来草草收兵 人没抓到 评判呢 成了笑话 还留下了许多的悬念 几万士兵以及大多数的军官 也是不知道所为何来之后呢 又不知道何为而去 中共军事行动之儿戏呢 由此是可见一般呢 那么在不到十个小时的军事行动之外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周永康 陈浩书和何光业他们这一方策划政变的情况 又是怎么样的呢 话说三月十九号这一天呢 周永康简直都给忙坏了 由于前一天凌晨呢 发生了法拉利车祸 导致宁计划的儿子宁古上升 为了车祸的事啊 他是一直忙到十九号的大清早 就没能合眼 就在当天的凌晨两点啊 他还打电话约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 到政法委大楼呢 密伤了如何处理车祸 两人当时呢 还搭乘了多项的政治约定 做成了一单大生意 也就是说 要在中共十八大之后两年 把习近平呢 赶下台 由令计划呢 取而代之 但是 他根本还来不及休息 就迎来了两位部署之客 这两人就是陈浩书和何光业 这两位当然都不是等闲之辈 都是中共的部级高官 也是太子党中非常活跃的人物 在这之前 因为薄熙来的关系 周永康和陈浩两人呢 已经是非常的熟悉 而在前四天 薄熙来被中共撤职查办 现在这两人来访 那肯定是有大事相伤 周永康那也是不得不见的 但是一听到这两人的来意啊 那周永康可是踏实一惊 他们提出了要周永康啊 调动武警 发动政变 把中南海内的中共常委啊 是一网打尽 周永康一早还在和令计划 讨价还价 将来两年之后啊 这个柔性政变 或者说是软性政变的事 哪知道这两人一来 就要搞军事政变 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周永康听了简直是 吓得魂飞天外 他简直连一想都没想过 要搞军事政变呢 因为呢 他早已经功成名就 十八大后啊 还有不到半年就退休了 根本就不必去搞什么军事政变了 而且搞军事政变 那失败了 可是要杀头的 那么陈浩书和何光业 这两个手上 没有一兵一卒的太子党 为什么要搞政变呢 他为什么又觉得 周永康会听他们的意见 而调动武警去攻打中南海呢 陈浩书和何光业 想在这个时候搞政变呢 其实啊 有三大原因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薄熙来倒台啊 他们两个人呢 是有很大的一部分责任的 或者说 他们两人呢 是害了他们这个好哥们薄熙来 当时那个重庆市的公安局长 王立军呢 叛逃美国领事馆失败 落入了国安部的手中之后呢 薄熙来啊 担心他在重庆的那个大量黑幕啊 随时都可能曝光 不但呢 他这个入常的梦呢 就算是没了 这个政治生命啊 是不是能够继续呢 都成了这个未知数 这样大的这个变故啊 让这个薄熙来啊 当时是万念俱灰 是极度的沮丧 并且呢 应对的时候呢 还昏招迭出 例如他跑到云南第十四集团军呢 去拜访他父亲的老部队 啊 等于呢 是告诉全世界 他是想武装政变的 拼死一搏 以至于呢 胡锦涛啊 立即派遣军委副主席 这个徐才厚啊 带着几个上将啊 到广州军区呢 去陈兵布政 警告各个部队呢 都不要了 听这个薄熙来的 不要去躺这个昏水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周永康啊 就劝这个薄熙来冷静下来 他呢 还找来薄熙来的 这个铁哥们 陈浩书和光业 要他们两个人呢 马上去重庆 帮了这个薄熙来 稳住正脚 这两个人呢 这个一听到这个召唤呢 马上呢 就去重庆呢 当时就住进了 这个薄熙来 秘密安排的 这个南山宾馆 不见任何人 只是呢 同这个薄熙来和少数 几个亲信呢 在昼夜的这个密谋 研判刑事 商量了 怎么样渡过这一次难关 经过一番密谋呢 他们就定下了三个策略 第一就是呢 薄熙来除了承认 用人时差之外呢 不可以主动认错 也不能 也不要去引就辞职 第二个呢 是放出风声 说啊 这个王立军 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以便呢 将来啊 如果说他这个 向国安啊 供出来一些 不利的事情的时候呢 可以说他这个是 神经病 第三呢 就是组织舆论 特别呢 是动员这个海外的舆论呢 和网络的舆论呢 反手围攻 把战火呢 引向这个国际敌对势力 和国内的极右势力的阴谋 制造混乱 以便呢 这个乱中取胜 何光业呢 还提出一个原则 那就是啊 寸步不让 寸拳必争 争锋相对 志在必胜 感同魔鬼 争高下 不向邪恶 让寸分 何光业引用的这句文革时期的诗句呢 后来啊 还被这个薄熙来在记者会上呢 引用了来反击温家宝等人的这个攻击 引起海内外那个是舆论滑软呢 薄熙来的嚣张和旷望呢 是彻底的激怒了胡锦涛和他的政治局常委 其他大多数的同僚 本来2月16号呢 就已经决定呢 只是在组织上面 处分这个薄熙来 还没有决定呢 要通过这个司法的处理 薄熙来误听损友的烂建议啊 他在记者会上的表现呢 结果就把自己给推向了监狱 到3月13号的晚上 胡锦涛经济召开常委会 提议呢 免去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 在九个常委当中啊 除了周永康图了反对票之外的呢 其他人都图了赞成票 3月14号上午啊 那个是人大并没 全国人大并没 薄熙来呢 就马上呢 被这个胡锦涛安排的 中南海警卫局的局长 曹青呢 就给控制了 3月15号 薄熙来呢 就被免去了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 可以说 陈浩书和光燕两人呢 在这个薄熙来最后倒台的事情上呢 那是判断不明 谋划不周 负有了相当大的责任 那他们呢 这个要搞政变的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陈浩书和何光燕两人呢 与胡锦涛呢 是长达30年的旧仇啊 现在加上薄熙来倒台 就可谓是辛仇旧恨 要算总账 陈浩书 何光燕的弟弟何光伟和胡锦涛呢 三个人呢 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啊 曾经呢 在共青团中央是同事 而且呢 都是这个1982年 统一届的那个团中央书记处的书记 这两个太子党啊 陈浩书和这个何光伟啊 当时是言高于鼎 本来呢 看不上这个平民出身的胡锦涛 没想到这胡锦涛是长袖善武啊 很快呢 就压了他们一头 后来还把他们给排挤出团中央 令他们的仕途呢 很快就出现了天花板 另外薄熙来和胡锦涛之间的心结呢 也是很深的 由于在中共十七大上面 当时胡锦涛是坚决反对了薄熙来 出任这个副总理 也不同意呢 他到上海啊 去担任这个市委书记 薄熙来虽然最后还是进了政治局 但是呢 就被了扁往重庆 他呢 跟那个胡锦涛的恩怨呢 也就加深了 在扁往重庆的时候 薄熙来当时还闹起了情绪 拒绝了去重庆就任 整天找他的一帮太子哥们呢 就喝酒交仇 有一次啊 他和这个何光业啊 陈浩书一起喝酒啊 这个何光业就说啊 三哥 你知道为啥小胡子 要把你扁到重庆去吗 都是你家老太爷啊 当年说他太嫩 不让他来出任这个中组部啊 副部长裸的货 那个何光业私下来是 对这个胡锦涛啊 是叫小胡子的 那个陈浩书也说啊 这个不光是这一次啊 还要不让他出任宣传部长 这回事啊 这个家伙啊 你别看他那是平时是 慈眉散目 低调啊 其实呢 内心呢 那是很恶毒的了 这个薄熙来一听说 好像如梦方醒 恨声的说啊 这个共产党的江山 是我们的父辈啊 流血拼命打下来的 继承政权呢 以的是我们这些人啊 胡温呢 不过就是个过渡嘛 提我们看守的这个CEO来的嘛 还没想到他们真把自己当老板了 这不行 这个局面呢 必须改变 看见这个薄熙来啊 有点振作了 这个陈浩书和何光业呢 又鼓动了这个薄熙来说啊 我们在谈中央那个时候啊 就被这个胡锦涛给阴了一把 现在我们是离这个权力中心呢 已经是越来越远了 要帮我们的夺回江山呢 那就要靠三哥里了 从这个以后呢 薄熙来跟这个陈浩书啊 何光业呢 这一帮太子党就开始了 集结在一起 慢慢的呢 就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 准备了跟胡温呢 等平民出身的领导人 那是大干一场 薄熙来后来到了重庆呢 就开始搞唱红打黑 那就是呢 他跟这个陈浩书啊 何光业等人呢 搞出来啊 为将来啊 薄熙来入场造势的 这样的一个运动 薄熙来入场重庆之后呢 在2009年5月 这个以这个陈浩书啊 为团长 聂庸针元帅的女儿 聂力中将呢 为政委的 150个中国开国将军后代 组成的这个将军后代合唱团 到时呢 到了这个重庆呢 开始了 这个号称是重庆放歌啊 唱策中国的这个将军后代 唱红歌的这些之旅 他们呢 公开的这个支持薄熙来 令这个薄熙来啊 当时在中国政治上呢 是绅士大政啊 不过呢 在和这个胡锦涛团派的 这个斗争当中呢 太子党啊 还是始终呢 都处于下风 甚至在王立军事件发生以后啊 胡锦涛还撤换了 38集团军的军长 王熙新 换上了呢 这个许宁平 而这个王熙新啊 虽然和薄熙来 没有什么关系 但他呢 当时那是 这个陈浩书的人嘛 胡锦涛撤换这个 王熙新的这个举动呢 当时令这个陈浩书是 大为紧张 以为呢 他还有什么把柄 给胡锦涛呢 抓在手中呢 要整他了 因此啊 从那个时候开始 其实陈浩书呢 就已经开始啊 在这个盘算 武装政变的可能性了 在那个 北京枪声的这本书中呢 当时还提出了 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讲啊 我们前面提到的 法拉利车祸当中呢 制造车祸的 这个幕后凶手啊 就是这个陈浩书的儿子 而令谷的 这个死亡车祸当中呢 其中一个受伤的 那个女子在醒来后啊 就向中央的警卫局呢 透露了这个陈浩书儿子 跟踪他们的 以及企图加害的事情 陈浩书知道这个事以后呢 就去问他的儿子 他儿子呢 也就交代了自己啊 这个找人呢 去给这个法拉利的 这个刹车系统 做手脚的事 在知道这个事以后啊 那陈浩书可以说 也是这个 又是大吃一惊 这个好像危险呢 真的已经就逼到他头上来了 所以呢 他连夜就给这个 给这个何光业的打电话 两个人呢 密谋了一整夜 当时呢就制定出了一个 周密的这个要政变的计划 要找的人呢 就是周永康 其实我啊 觉得他们两个人呢 这个谋法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他们这两个人呢 都是自认为啊 是这个自己是军事专家 像陈浩书呢 他基本上 他就是研究这个军事史啊 出生的 喜欢呢 写点文章啊 而且呢 非常的那种书生气 像要学他老爸 要做个儒匠一样 那个何光业呢 他本身就是当兵出生的 而且呢 还特别的这个善于啊 玩弄这个权术 做人呢 还非常的狂妄 当时他们两人 其实都已经过了 这个政治的顶峰期了 都已经都七十上下了 啊 这个 不过呢 就相信 他们这个 啊 父亲的一辈啊 对这种枪杆子 出政权的这个做法呢 这个是非常的欣赏 也希望能够效法 他们的父辈啊 这个能够在枪林弹雨中 出生入死 在人生的这个 七十的时候呢 还呢 能够做出一番成就出来 当然他们这个是 为了薄熙来 也是呢 为他们自己 那除了他们的这个 三寸不烂之蛇 他们又怎么能够确定 周永康就会听他们的 就豁出命来 去搞什么武装政变呢 陈浩书啊 这个何光业知道 游说三弄 周永康 获上身家姓名 起来造反呢 首先就必须要让这个 周永康相信呢 他除了要政变 要模反之外呢 就没有其他的生路 另外一个呢 就是要让他相信呢 这个政变成功的机会呢 其实是很大的 最后呢 还要让这个周永康啊 觉得政变成功之后呢 他能够获得很大的利益 在里面 周永康他真的除了造反以外 就没有其他生路了吗 哦 原来呢 是这样 就是当时啊 这个陈浩书的手里啊 他有一个文件 这个里面文件呢 就提到这个周永康啊 和薄熙来呢 曾经啊 在一起密谋 这也是将来政变的 这样的一个文件 这个里面写到了 就是说啊 我们呢 要努力的争取 在十八大 以及随后的国家机构 人士的调整当中啊 解决总书记 中央军委主席 和国家主席 都有一个人担任 从而呢 产生这个权力啊 过于集中的问题 我们初步的设想就是呢 应该由周永康同志 出任了国家主席 薄熙来同志 出席了 出任了这个总理 或者是常务副总理 习近平同志呢 担任总书记 兼任中央军委主席 经过两年的这个过渡时期呢 如果习近平同志 不能胜任 那么呢 他应该辞掉其中的一个职务 只担任总书记 或者军委主席 我们的倾向性意见是呢 薄熙来同志应该在2014年 出任中央军委主席 兼中央纪委书记 或者是政法委书记 如果习近平同志 不能胜任总书记的职务 则应当由薄熙来同志担任 那这个文件里面呢 就把这个周永康啊 参加这个薄熙来的密谋 并且呢 把这个薄熙来在政变之后呢 出任国家主席 一直啊 讲述的很清楚 如果这个文件呢 公开以后啊 被中共的这个高层知道了 周永康 那可是也是死最难免的 但是有了这个文件呢 他们觉得还不够 因为呢 他们手上还有更厉害的这个武器 那是什么这个武器呢 就是啊 这个薄熙来啊 曾经在以前呢 就送了这个周永康啊 一支非常精巧的 这个工艺精笔 还有一块呢 瑞士的手表 那里边呢 都是有王立军安装的 世界上啊最精密的这种窃听装置 从来以后呢 这个周永康啊 他也喜欢戴着这个表 喜欢用他那个金笔 以后那个周永康跟薄熙来的这个谈话呢 跟中央其他常委的这个谈话呢 还去出去啊 参加各种会了 甚至啊周永康啊 喜欢玩女人啊 到各种场合 这个玩女人呢 跟这个武警高官呢 跟中央警备区的高官呢 合伙去嫖娼啊 以及呢 收受国宝以及文物的那些活动啊 王立军那几乎都是鸟如指掌 后来王立军呢 就有选择性的来把这些内容啊 都报告了 给了这个薄熙来 还呢 制作了这个电子文件 包括呢 里面有音频呢 有视频呢 还有这个文字的材料 而在薄熙来倒台之后呢 陈浩书啊 就通过他自己 在重庆的这个内线呢 就拿到了这份情报 所以有了这个情报以后啊 陈浩书认为啊 去这个要挟这个周永康啊 那周永康那是不得不听他们的 所以3月19号上午一开始的 这个政法委大楼的这个办公室里面呢 陈浩书个合红业的 就你一扬我一语啊 劝这个周永康啊 赶快下决心 罚动这个武警啊 去这个进攻中南海 和光业是这样说啊 一块打慢啊 一块打慢啊 这个就是当年粉碎四人帮的制胜法则 600个特总兵占领中南海 根本都用不了半个小时 那时候啊 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如果啊 你再不动手呢 薄熙来就是我们的下场啊 周书记 这个陈浩书呢 也在一边呢 天有家处的 这个跟周永康说 端兵相接是勇者胜 到了这个时候啊 物事与死 就是网破 咱们干脆拼了吧 周永康可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受他们的蛊惑了 这个老狐狸 他能够从一个平民 真的做到中共政治局常委 那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也不是那么容易呢 就会上这个啊 陈浩书啊 和光业两个人的贼船的 他呢 就一直在那里磨磨成真 就不想答应这两个人 事实上呢 他其实心中的早就有算计 根本就不想搞武装政变了 他不是跟这个薄熙来啊 跟令计划 当时他们的这个 所谓政治约定 都是在将来 通过这种柔性 或者软性的政变呢 去把他们两个人送上大卫 把习近平给拉下台 所以呢 他就反复的问他们两个 喂 胡锦涛他真的敢动我吗 就王立军那个王八蛋 他在那里胡说八道 说不定他就自己 弄出来的一份文件 自己做出来的嘛 而且呢 胡锦涛也都是快要下台的了 干嘛他还要这样折腾吗 你像胡锦涛不是一直提倡说 哎呀我们不折腾吗 三个人呢 在这个政法委大楼的 这个密室里面呢 那是讨论一阵 争论一阵 又沉默一阵 周永康呢 周永康呢 一直呢 都是不知可否 一直呢 耗到了晚上呢 周永康啊 都没有做出了 要发兵 调派武警呢 这个去攻打中南海的 这个决定 三个人那是在密室里面 吃了午饭 又吃了晚饭呢 这两个人不走 周永康呢 也只能 只好陪着 这个时候到了晚上啊 快九点的时候啊 有一个武警上校的警官 就进来报告说啊 发现一支难力不明的军队呢 把政法委大楼 已经给团团包围了 三个人一时 你等我 我等你 都是木等口的呀 接着呢 还听到了 隐隐听到了直升机的那个声音啊 在那里嗡嗡的响 就在这个时候啊 他那个保密电话 周永康的那个保密电话 铃声大作 而公安部呢 打电话给他说啊 他们已经被包围了 还说啊 当这个一起被包围的 还有中央警卫局和电视台 而包围这个公安部的呢 好像是38军的几个师 和一个航空兵大队 周永康听到以后呢 更加是瞎坏了啊 现在这个是政变不成啊 反成了这个翁中之别 那他将怎么样去因应呢 这个陈浩书和这个何光叶 又会落得什么样的一个下场呢 319政变呢 最后啊 又是怎样被中共呢 是磨得一干二净 大家都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 啊 我们呢 下期再谈 谢谢各位收看 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